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0克葱 好 现在开始制作 首先将葱切成这种大片 切好后将葱 姜末 加入少许的油 炒 再炒出香味 加入生抽 依次放入两种花椒 辣椒 煮好 煮好 煮开后 改小火 慢煮两分钟 好 时间到 现在关火 这次晾凉 现在 再将三文鱼改一下刀 大块 切为二 炒 炒 煮好 煮好 放入一边 煮好 煮好 煮好后 放入凉水 洗凉 放入一边备用 先凉 凉凉的 酱油脂 滤出 像这样 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将 笋 改刀 这样 放入盘中 我现在锅中 加入少许的油 再将刚才的 放入 油 放入盘中 加入少许的油 盐中 然后放入盘中 煎至同时加入少许的酱汁 高材熬制的麻辣酱汁 这样打开一两分钟之后翻一下 这样在汤汁浓出后即可停除装盘 好 现在开始装盘 先将做好的芦笋盘中 少许的花椒 好 这样一个麻辣味十足的 三文鱼就做好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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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情 感谢观看